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囚禁等案件频传 甚至有人被活摘器官 法医高大厂就透露了非法器官的买卖黑幕 从肾脏到心脏等器官要价10万到40万美金 其中又以心脏最贵 如果全身都卖更可以卖到2400万 甚至有台湾籍医师专门去协助器官移植手术 一次收费高达100万 而被称为是人口贩运最终站的缅甸苗迪KK园区 首脑之一的中国商人13号已经被泰国警方逮捕 中国外交部出面证实 为在缅甸苗瓦迪的KK园区首脑之一 中国商人13号已经被泰国警方逮捕到案 不管犯罪嫌疑人逃到天涯海角 中方都会与有关国家开展执法合作 起底这名40岁中国商人 他出身湖南经营非法线上赌场遭到国际通弃 2017年取得柬埔寨公民身份 在当地从事博弈事业 还化名担任柬埔寨中国商会会长 积极打造成功商人形象黑白两个通吃 现在被带正等待引渡请求 而恶名昭彰的KK园区是最凶恶的朱仔电狱 号称是受害者的人生最终战 恐怖内幕就属活在器官 最为人手之 法医高大臣透露 人体器官行情从肾脏到心脏 要价10万到40万美金 其中心脏只有一颗价格最高 如果是全身器官 则是肯卖到新台币2400万 更不法有台湾籍的医师 专门去协助器官移植手术 一次收费高达100万 人体器官贩卖已存在地下世界 20几年 法医高大臣也说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只要人类存在 买卖就不会停滞 记者做不到 谢谢